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 巴西圣保罗的地标性建筑 当地时间10月1号晚上亮起中国红 我们来看报道 我现在是在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 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中枢保利斯坦大街上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 在我身后的地标建筑上 正在上演中国国旗灯光秀 当地时间10月1号晚 在位于圣保罗市中心保利斯坦大街的 圣保罗州工业联合会大厦外墙上 巨幅五星红旗投影 红光闪耀 本次灯光秀以高铁列车旅行为视角 生动展现熊猫 万里长城 火箭发射 上海东方明珠塔等 带有鲜明标志的中国元素 展示中国发展成就 讲述中国和巴西友好故事 吸引不少巴西民众驻足观看 本次活动由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 与巴西圣保罗州工业联合会 共同举办 中国驻圣保罗总领事于鹏 携全体外交官及当地华侨华人 中资企业 孔子学院 留学生代表近百人 共同见证大厦点亮中国红 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4周年 Lun Sang 东仓审 地区 万古超勤 卫大 MING PAO T genommen